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心麻花总裁 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7年创业经验 曾在中兴社共治22年 2000年成为社里最年轻的处级干部 2010年从中兴社离职 并在当年9月份加入开心麻花 我想你没问到最多的问题可能是 怎么成就一个好的戏剧 好作品都是在事后大家总结这个那个的 但是在之前很多人 在局中或者局外很多人看不到 我还对话过另外一位电影界的大老机人物 华谊兄弟的王忠磊和王忠基兄弟 我跟王忠磊的对话里面 我问他关于中国电影 他是抱着一种非常 我觉得是有失望和质疑的态度 我问他中国电影混乱吗 太混乱了 鱼龙混杂 那中国电影为什么投入这么多资本杂军去 大家这么主意 但能够享誉世界的好投入依旧很少 您同意他的观点吗 我其实觉得电影市场上半年的那种 大家说的不景气 我觉得是正常的 因为市场太浮躁 我们要把泡沫挤压出去 市场用他看变的时候来进行调整 我觉得是好事 中国电影里面的泡沫是什么 太多了 是什么 要素价格偏高 要素啊 这是专业词汇 就是比如偏酬很高 就是人员啊 商品啊 服务啊 这些价格偏高 这是特别大的泡沫 你比如说现在 小说 买电影翻拍权 可以炒到上千万 开价啊 这是你苦恼的问题吗 在开心麻花的 我们不苦恼 因为我 这种东西我不去买的 我们都在做原创 2015年 自从首部电影《夏洛特烦恼》票房突破14亿后 开心麻花在电影界迅猛崛起 成为业内不可小觑的新生力量 2016年 话剧改编电影第二弹 《驴得水》 继续研习前作 无大明星 无大导演 无大制作的三无风格 上映第七天 票房成功突破亿元大关 2017年 开心麻花团队 转战电影大荧幕的第三部作品 修修的铁拳上映 再获赞赏 其实在这个各类IP 被资本争抢 影视作品质量 参差不齐的当下 开心麻花 从话剧到电影 从小众走向大众 这条路走得 确实独特而另类 虽然你用原创的IP 用自己的演员 来节约了成本 但当下 像开心麻花的头部明星 沈腾 玛丽 他们本身的片成 我听说都已经炒到 一千万到两千万人民币了 那开心麻花作为母 他的母公司 还可以承受得起吗 比如说我们下落的烦恼的时候 大家都不是明星的时候 片照就很低 但是作为演员 他一部作品成功之后 市场给他这个价格 我们就要承认 对吧 那是不是可以解释说第二部 像舞台剧转电影的驴德水 驴德水依然是一批年轻演员 他们也还是 但是就不是沈腾和玛丽了 那不是因为价格的东西 是因为驴德水多数还是原来 那个部舞台剧的演员 那市场中有一个强烈的质疑是 没有沈腾玛丽的开心麻花 还继续开心吗 还有那么高的票房吗 驴德水很明显 相比于开心夏洛特凡卯的票房 就从14多亿降到了 1.7亿 1.7亿 您作为总裁当时焦虑吗 我一点不焦虑 因为这个电影是一个小中电影 它是一个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在以前中国电影市场 别说过亿了 可能几千万都是一个难得的数字 那您是到底要致力于 赚取更多的票房呢 还是要赢取更多的口碑呢 其实我们每天最在乎的是 我们能不能做出好作品 未来五年十年 是否依然有这种 能够在喜剧领域 能够领先的创作能力 这是我们最在乎的 比如说做完夏洛特凡卯之后 没有去做我们最擅长的爆笑剧 推了一个小众的电影 驴德水 其实我们希望在 我们麻花这个版图上 有更多的喜剧人才出现 有更多的创作力量出现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 真的能够生生不息 当我们都不在了 我们不在这个世界之后 这个团队这个牌子还在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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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